接著頭條焦點 我們立刻帶您關心颱風動態 今年第六號颱風煙花 持續往臺灣是步步進逼 雖然目前距離臺灣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接下來對臺灣的衝擊 這禮拜真的逃不掉了嗎 目前他的強度持續在增強 到外圍環流在增大 那麼目前寬道預計 他接近臺灣的時候 很靠近的時候 將會是中度颱風的規模 那麼這項值就表示說了 那明天開始呢 颱風的外圍環流 其實已經陸續會影響到 臺灣的天氣囉 只要他的速度方向 沒有太大的變化 最快甚至有機會 明天會連發海陸警報 這些時間稍微晚一點 不過就從各國的預判路徑當中研判 不排除他有機會 你可以看到會直衝臺灣的北臺灣 甚至宜蘭花蓮現在都被點名了 當然這中間還有變數 那麼這項專家就直言了 禮拜五禮拜六 將會是颱風侵襲臺灣 最劇烈的事件點 漁港邊提前展開防臺部署 用繩索把船固定在岸邊 避免船隻相互撞擊 漁民也搶著進港卸貨 煙花颱風來勢洶洶 不只有望增強為中台 專家也預測他將直闖宜蘭花蓮一帶 以現在最新的預報資料看起來 煙花颱風對著臺灣北部陸地而來的機會 其實大幅的提升 煙花颱風靠近臺灣的時候似乎有可能會跟臺灣的地形產生交互作用的影響 使得它的路徑就會更往南邊偏一點點形成滯流打轉的現象 煙花颱風走的慢加上外圍環流大風雨威脅時間相對拉的更長 各國預測路徑也逐漸修正 出路機會持續上升 預估周三周四就有機會發布陸海景 而最靠近臺灣的時間則是落在23號周五 預估狹大的雨量恐怕也很可觀 星期五到星期六這段時間 颱風直徑影響情況之下 各地都會有震雨或雷雨 其中中部以北和東北部的降雨時間更長 雨勢大 甚至連南部山區 這些地方都會出現豪雨或豪雨以上等級的降雨 就連氣象局長正明點也在臉書示警大家 要準備進入防災模式 預告煙花颱風可能會很可怕 周五周六中部以北需要慎防豪雨 颱風預計將持續影響到禮拜天 而颱風離開後有機會順帶引進西南溪流 水氣不會比颱風少 未來一周全台都必須提防強降雨 這個現象很有可能是煙花颱風 未來可能會在它的東邊 會有另外一個第八號颱風形成 產生互相影響的這個藤原效應 東方海面不平靜 甚至有熱帶系統正在酝酿當中 不過還得持續觀察 專家提醒這波風雨帶來的影響會非常顯著 還得提前做好防台準備 馬俊傑 科普學生 台北採訪報導 深圳 馬俊傑 科普學生 台北採訪報導